人生一定要交的六个朋友,沙子是废物,水泥也是废物,但它们混在一起是混凝土,就是精品。大米是精品,汽油也是精品,但它们混在一起就是废物。所以,是精品还是废物不重要。跟谁混,很重要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,朋友不是乱交的,每天在一起喝酒的,不一定是真朋友。每天在一起混的,也不一定是永远的朋友。人生要交的六类朋友。 一,交一个欣赏你的朋友,即便在你穷困潦倒的时候也会安慰你,帮助你。二,交一个有正能量的朋友,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陪伴你,鼓励你。三,交一个带你领路的朋友,自愿做你的垫脚石,带你走过泥泞,拨开迷雾。 四,交一个垫脚点你的朋友,愿意花时间提点你。五,交一个愿意和你吵架的朋友,没事愿意唠叨你,监督你,让你时刻发现自己的不足。六,交一位不放弃你的朋友,经常会传一些笑话,正能量文章给你的朋友。 财富不是永远的朋友,朋友却是永远的财富。 人生除了要交这六类朋友外,也应期许自己在朋友的心里是这六类朋友中的其中一类。 毕竟,我们需要欣赏我们,给我们正能量,为我们领路,指点我们,愿意和我们吵架,并且不放弃我们的朋友。 相对的,我们的朋友也正需要这六种人来帮助他们,提醒他们。